2015年,香港教授故意在车内放两个瑜伽球 妻女开车意外身亡 大家好,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2015年5月22日 下班高峰期的香港马路上车流如注 行驶车辆按照交通指示灯 依照秩序挤驰骑在路面上 就在这时,一阵阵刺耳的车地声 令川流不息的车辆停了下来 拥堵车辆的最前方 一辆黄色的宝马迷你停在路面上一动不动 无论后车如何鸣笛 甚至打开车窗伸出头怒指 也无法撼动前车半分 后车司机带着怒怒正下车 想要教训一下前车司机 当他走到迷你车前 眼前一幕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透过车窗向内查看 发现驾驶位上的女性看起来四十多岁 副驾驶上的少女穿着高中校服 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 两名女子在此刻有着共同点 同样是脸色显得无情 嘴巴微微张开住 此时的香港街头并没有下雨 可这辆车的雨刮气 却在扑哧扑哧地摩擦住玻璃 因没有雨水 汽车前挡风玻璃 发出吱吱吱的摩擦声 后车司机觉得有些惊悚 他猜测这两人是母女 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睡住了 他敲敲玻璃 示意车内的人降下车窗 连敲十几下 车内的母女二人 依旧一点动静没有 车内静止的画面 让他产生一股十分不好的预感 难道车内的人死了 在他犹豫要不要拨打急救热线时 有一位同样等得不耐烦的 后车司机走到他跟前 嚷嚷住要吵架去别处吵 赶紧把车开走 马路上不是吵架的地方 话刚说完 他看见眼前这位 站在车窗前的男人 声音颤抖地和他说 车内的人好像死了 两人同朝车里看去 后又对视一下 彼此从对方的眼中 都独处了沉重 不敢耽误 两人立马报警 没过一会儿 警车赶到现场 救护车也在警车 来到不久后抵达 警察听完陈述 拿起撬棒敲碎玻璃 把人救出 经救护车上的随行医生诊断 车内的两名女子已经死亡 死因为一氧化碳导致的窒息而死 警察将车辆脱离马路 由于车内有死人 怕引起群众恐慌 值得将黄色的宝马命运车拉回警局 进行事故原因的排查 经调查发现 驾驶位上的死者名为黄秀芳 现年50岁 副驾驶上的是他女儿许丽玲 现年17岁 警局立刻通知死者家属许金山 告知死者死亡原因 闻讯赶来的许金山 见到妻女的尸体后痛哭流涕 在场警察见状纷纷上前劝慰 表示他们一定会查明原因 还死者一个公道 给家属一个交代 经警局技术科调查 这辆黄色车辆最近刚做过保养 前挡风玻璃上的保养日期写着 2015年5月10日 检查车辆内部零件及引擎发现 所有配置都处于较新状态 而且车内的前排以及后排 并没有打斗痕迹 除了后排的网球排和运动服外 再无别的东西 当警察打开汽车后备箱时 两个紫颜色的瑜伽球出现在眼前 不过此时的瑜伽球 为前笔状态 并没有充气 一时间 车内人员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成了警局内一桩无头悬案 因为找不到一氧化碳来源 而车内人员又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这件诡异的案件 被香港媒体大肆报道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有说车内的人招惹上冤魂 有说中毒而死是因为被人下了鼓 还有人说车内的人早都死了 是被人死后放在车里的 可光天化日之下 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停止 怎么可能是死后被人放在车里 至于鬼神之说 更是无济之谈 面对媒体的舆论压力 警方开始从一氧化碳的源头查起 既然车内不能产生一氧化碳 那么一氧化碳肯定是后来加上去的 警方将全香港所有出售一氧化碳的大小商铺 一一记录下来 安排警力前往门店 调查近期采购一氧化碳的人员 他们发现购买名单上化工厂 或者企业及医院买的人比较多 几乎没有个人名义购买 经过仔细排查 一个名叫口的英文名字出现在警方视线 上千条购买一氧化碳的记录中 只有这一个来自医院的英文匿名 因此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 通过顺瞳摸光 警察发现 呼对应的 竟是香港威尔斯医院的一名科作教授 教授的身份让警察想到一件事 许金山也是医院教授 这件事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警方前往该医院调查 得知前不久 医院的确采购过一批一氧化碳 他们询问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得知 呼是许教授的英文名字 实验室经常会用到一氧化碳 之前许教授一直签的是许金山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写他的英文名 工作人员表示 许教授曾特意嘱咐下面的员工 要用医院名义购买 可医院需要上级签字 这才让抠的名字出现在采购单上 这一警报发现 立刻引起警方的思索 他们意识到 会不会是许金山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亲手毒死自己的妻女 曾目睹许金山在医院痛苦的警察表示 这件事情应该不可能 因为那种声泪俱下的悲伤 很难伪装出来 警方接着走访医院 试图搜集帮助破案的线索 之前询问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表示 前几天许教授曾拿着两个一氧化碳瓶子 走出实验室 当时他还问了是要干嘛 许教授说是做实验 反常的举动令警察将离开实验室的一氧化碳瓶 与车内的物品联系起来 可排查死者车辆时 并没有在车内找到瓶子 或者存放一氧化碳的物体 此时一名警察突然想到 放在后备箱内的瑜伽球 技术科的人员在排查时 并没有察觉到两个瑜伽球的异常 除了有些铅笔泄系外 那两个紫色的瑜伽球 和普通瑜伽球并无二致 一氧化碳与瑜伽球的线索联系 令警方渐渐查询到眉目 他们觉得两者之间一定有联系 如果许金山事先将瑜伽球内 充满一氧化碳 再说一个小孔或拔掉气门 塞放在车内 气体就会顺着后备箱 物件散布到车厢内 未经证实的线索 与尚未查清的证据 让警方不能没有充足的理由 抓捕许金山 尽管有理由怀疑 可法律讲究的是证据 为此警方来到许金山的办公室 进行搜查 果然找到一个还没用完的 一氧化碳瓶子 还有一枚一氧化碳探测器 除此之外 警方又从许金山家中 找到被两枚还没来及处理的 瑜伽球塞子 所有证据指向许金山 警方申请拘捕令后 迅速将许教授缉拿归案 许金山被带到警局后 靠在审讯椅上 他的面前坐着两面警察 面对询问 许金山声嘶道 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杀死自己的家人 我的办公室 有一氧化碳瓶很正常 家里有瑜伽塞 又能说明什么 你们不去调查事情真相 为了尽快破案 就抓我顶包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审讯的警察 是以许金山冷静下来 可话还没说完 他又大声喊道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做的 如果要说是人为 只有我女儿许丽玲有可能 我前几天将瑜伽球 带回家时他要玩 我没同意 当时和他说了 瑜伽球里面有毒气 是做实验的 除他以外 我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 面对这种狡辩 审讯员脸色凝重地 猝起眉头 接着询问道 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 你女儿在学校里 成绩一直不错 她怎么可能 在明知瑜伽球内 有毒气的情况下 还将瑜伽球放在车内 以至于连累自己的妈妈 许金山像是 事先准备好一样 不假思索地对审讯员说 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 她成绩不错 这我知道 但她一直有精神上的问题 之前还和我说 活着太累 想要解脱 我想可能是前几天 和她妈妈吵了一架 一时想不开 才走上极端 对于许金山的狡辩 警方一时无法无从下手 她将所有责任 推卸到已经死去的女儿身上 虽然道德上可以谴责 可法律的定罪标准 要求的是证据和以礼服人 不然无法令罪犯心服口服 也不能给社会一个交代 未突破案情 警方针对许金山所说的女儿 有精神问题下手 他们询问许金山小儿子 问她姐姐之前有没有不开心 有没有突然间情绪失控之类 弟弟哭着对警察说 姐姐从来没有情绪失控 而且性格很好 对自己也一直很好 时常买东西给自己吃 弟弟说出事当天 姐姐在家陪她一起看电视 因为妈妈临时要出门 姐姐说陪她一起 才跟住上了车 弟弟还说 姐姐从来没和妈妈吵过架 和妈妈关系一直很好 未确定弟弟所说的真实性 警察有找到许丽玲生前的同学 得到的结论也是许丽玲一切正常 平时十分活不开朗 警察实在无法想象 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导致一个父亲 在杀死自己的妻女后 竟然将所有罪过栽赃给自己的女儿 许金山与妻子黄秀芳 一共育有三女一子 死亡的是小女儿许丽玲 大女儿许美玲今年25岁 大学毕业不久刚开始工作 当警察询问许美玲的情况时 眼前的许美玲神态有点反常 她面带泪水地说 我一直不敢相信妈妈和妹妹走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李永怡有没有关系 李永怡对于这个陌生名字的出现 警方瞬间察觉案情有了转机 他们接触询问 得知李永怡曾是许家子女的家庭教师 由于黄秀芳一直生活在国外 加上许金山在家中 与妻子交谈一直用英语 导致孩子们的中文都不是很好 为此特意将李永怡请回家 负责辅导孩子们的中文口语 也正是做家庭教师期间 黄秀芳发现了两人的不轨之事 为此愤怒地提出离婚 黄秀芳在2014年得知 丈夫许金山和曾经的学生 现在的家庭教师李永怡出轨后 便一直要求离婚 可许金山怕财产被分走为友 一直以孩子为借口不同意 为此才拖了这么久 警方将李永怡传唤到警局 得知他与许金山是师生关系 两人在2004年时开始交往 他一直知道许金山有家事 却依旧在许金山这么多年 问及原因时 李永怡说老师对他很好 读书时帮他毕业 毕业后为他安排工作 为此他很感激 警方再次审讯许金山 导致李永怡已将所有事情 全部说出 希望他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其实警察并不能百分百确认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确实是许金山所为 不过他们希望用这么严厉的方式 让许金山将真相说出来 得知警方已掌握李永怡的情况后 许金山明白 他装不下去了 纵使心理素质极强 即便身为教授 此刻的他依旧无法抑制心中的惶恐 他向警察坦白 那两个瑜伽球的确是他放的 目的只是想杀死妻子 以免离婚时自己的财产被分割 不过他没想到女儿会坐那辆车 又是知道 绝对不会用这种办法 那天见到妻女死亡时的悲伤 并不是装的 他很难过 为女儿的离开感到难过 至此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人证物证 口供齐全的情况下 香港警方通过法院向许金山提起公诉 2018年 许金山毒杀案件 在香港开庭审判 警察官认为这是一起婚外刑和财产分割问题 导致的一起蓄意谋杀案件 虽然被告人动机只是毒杀妻子 可实际行为却直接导致妻子和女儿的直接死亡 如果按照内地法律 许金山将被判处死刑 可由于一国两制的政策 加上香港在1993年时废除死刑 综合考虑下 法院判处许金山终身监禁 尽管许金山没能以死以谢天下 可从社会角度看 他的余生将在舆论谴责 与监狱的铁窗和忏悔中聊此余生 以此告诫所有人 不要犯罪 更不要将毒手伸向身边最爱的人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